网络新娘狂骗美国屌丝 2013年 一起离奇搞笑的跨国绑架未遂案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审理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一个生活潦倒的美国屌丝男 为何要不远万里 故凶绑架乌克兰美女呢 绑架计划 最后又为何乌龙收尾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这个踢笑皆非的爱情猫鼠游戏 好莱坞著名女星尼克基德曼 曾在2001年演过一部 名叫生日女郎的电影 讲的就是 网络新娘是个唐一陷阱的故事 而如今 这样离奇的故事 居然也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年近50的美国男子 大卫萨婷 在外人看来是个性情温和的男人 但是 自从2009年离役以后 他内心便倍感孤独 然而 不善交集的大卫 在生活中实在没什么 认识姑娘的渠道 加上 他生性腼腆 也不好意思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朋友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 大卫发现 一个名为梦幻婚姻的交友网站 这才下定决心 何不在网上找一个意中人呢 就这样 大卫开始用业余时间浏览这家网站 越浏览 他就越心动 原来 这家网站上注册的女性用户 多为俄罗斯或者乌克兰美女 她们不仅身材健美 而且脸蛋也十分漂亮 并且 许多乌克兰姑娘的爱情宣言 都是想找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男子 作为终身伴侣 尽管大卫知道 自己不算是有钱人 但好歹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呢 完全符合这些美女的标准 于是 大卫就放心大胆地开始找美女搭讪了 在和好几个乌克兰姑娘交流过后 大卫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一个 名叫埃琳娜巴里契娜的金发美女身上 她拥有娇好的面容 性感火辣的身材 尤其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大卫觉得 即使隔着屏幕 自己也能感受到那双眼睛的迷人魅力 两个人一来二去 相谈甚欢 埃琳娜是个大方开朗的姑娘 特别喜欢称赞对方 这让大卫觉得 这就是属于自己的缘分 不久以后 两人就在网上确定了恋爱关系 沉浸在爱情甜蜜中的大卫 总是想办法逃女友还心 对方的金钱要求 也毫不吝啬地一口答应 要知道 大卫可不是什么成功人士 经济危机后 他就一直失业在家 经济来源 就是每个月领到手里的 伤财养老金 和自己年轻时候的一部分存款 可是 只要埃琳娜开口 大卫绝对是有求必赢 他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慷慨 拴住艾琳娜 让他们最终能够走到一起 以此 艾琳娜在给大卫的邮件里 忧心地表示 十分担心两个人的将来 他想移民美国 陪伴在大卫身边 可是 这首先得学好英语 拿到美国护照 这需要很多钱才能做到 大卫读完这封邮件后 心情十分激动 一想到心爱的人 能够来美国和自己团聚 他就兴奋地睡不着觉 于是 第二天 大卫就主动把自己多年积蓄的一部分 回到了艾琳娜的账户上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随着两人之间交往的不断加深 大卫曾前后六次 飞到乌克兰去见心上人 这个孤独的单身汉 在艾琳娜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爱 他从没拒绝过心上人的任何要求 比如 艾琳娜告诉他自己想成为明星 大卫也义无反顾地支持 不但替他支付生活费和培训费 还花数千美元 帮助他圆歌行梦 搞摄影 制作唱片 建立网站等等 为了能够迎娶艾琳娜 他还先后花了1.5万美元 为她购置珠宝首饰 其中还包括钻石婚戒 当艾琳娜抱怨乌克兰的生活 寂寞无聊时 他还出钱让她去欧洲进行豪华旅游 然而 大卫全心全意地付出 事实上并未获得等值的回报 这个乌克兰美女 甚至连拥抱和亲吻 都会表示拒绝 对于大卫的疑虑 他这样解释道 我们乌克兰和美国不同 我是个保守的人 希望把一切亲密的行为留在婚后 艾琳娜的矜持 令大卫十分崇拜 于是 她也虔诚地只限于和美女拉拉小手 虽然每次见面 大卫只能牵着艾琳娜的手 一解相思之苦 但她却仍然觉得相见甚欢 然而 美梦一遂 好景不长 大卫终于发现 所谓的姻缘 其实不过是自己编织的一个美梦而已 究竟是什么 戳破了大卫的美梦呢 这还要从大卫最后一次不远万里 飞去乌克兰看艾琳娜说起 那天 大卫买了大包小包的东西 赶到了乌克兰 她想来个突然袭击 给艾琳娜一个惊喜 然而 当她怀着激动的心情 推开艾琳娜家门的一瞬间 却被眼前的场景惊到了 原来艾琳娜正跟另外一名男子 在床上翻云覆雨 床地之欢正浓 大卫觉得五雷轰顶 一时间 失落和屈辱涌上心头 可爱的乌克兰新娘 转眼间居然变成了吸血女巫 大卫差点被这一 大卫差点被这一幕气得昏厥过去 事实上 乌克兰新娘不过是大卫的一厢情愿 艾琳娜其实早就有了一个英俊年轻的俄罗斯男友 她在交友网站注册 不过是为了耍耍网站上的老男人 以便必要的时候骗点钱花 既然事情败露 艾琳娜也毫不留恋 大卫一回到美国就收到了她寄来的分手信 在信里 艾琳娜楚楚可怜地说 大卫 我不能做你的女友 我知道让你接受这一点是很困难的 可是你一定要理解我 很抱歉 我试图尽力向你奉献我的爱 可是最终发现 只有友谊 不能给你更多了 对不起 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大卫 还想挽回恋情 即使女友是个拜金的物质女 即使女友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大卫发现 自己依然想和艾琳娜在一起 付出了那么多金钱和感情 她不愿意承认 这一切其实是场骗局 但在白白发了数十条 没有回应的消息后 大卫死心了 她终于意识到 那个所谓的乌克兰新娘 不过是骗取钱财的幌子罢了 从认识走到后来的交往中 我已经开始爱上这个人 全心投入 我一直没想过自己是被骗的 因为我信任这个女孩 她也知道 我对她是真心的 她骗人 这对于一个人来说太残忍了 大卫失望地在个人主业 留下了这样的心情日记 人才两空的大卫 原本想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最终还是没有勇气下手 最后 她将满腔的屈辱化为愤怒 开始将埃琳娜的种种罪行 整理成帖子 贴到网上 希望博得大家的同情 帖子里 大卫指名道姓地控诉埃琳娜 如何戏耍她的过程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瞎说 她还公布了多封两人往来的电邮和短信 以及自己在她身上先后花去5.7万美元的银行账单 但网上的评论并未像大卫所遇见的那样 一边倒的偏向她 网友们似乎更乐于调侃这个不幸的失婚老男人 而不是同情她 许多人表示 大卫一大把年纪还不懂得辨别真假 实在是白活了 还有人嘲笑大卫不自量力 居然像老牛吃嫩草 这些言论深深地刺激了大卫 也伤害到了她那颗玻璃心 大卫觉得自己这样坐以待毙实在是窝囊 于是她决心向那个毁了她最后尊严的埃琳娜 展开报复 决定复仇的大卫 开始策划一系列的报复行动 她发誓要干一件大事 花5万美元雇杀手 绑架远在乌克兰的网络新娘埃琳娜 大卫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物色一个出色的杀手 能够去乌克兰绑架埃琳娜 把她装在箱子里 运到美国 为此她愿意支付5万美金作为酬劳 在此之前 她可以先预支2.5万美元作为定金 此外 大卫已经想好了接下来的步骤 等埃琳娜被带到美国后 她要狠狠地折磨这个骗钱骗感情的骗子 那么大卫到底能不能复仇成功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主播播的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